接下来我们切到电脑的Gmail 电脑的Gmail呢 各位可能都有一些信件 首先呢我们简单的开启一封信件起来 开启一封信件起来 它可能是中文的 当然我们大多数收的信都是中文的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你收的信上面这边有一行 左边是你原来的语言 你想翻成什么另外一个的语言 如果我想翻成日文 我只要按翻译 接下来它会把你这边的 你看都变成日文的写识方式 OK那换言之 我先回来 它有一个解释回原来原始的 换言之我只要找到是英文的 我看看哪一个是比较是英文的 看起来这个 对不起 这边就有一个英文的 也是一样 我这边假设从英文翻成中文 中文 来中文繁体 然后它就翻译中 同学们的聚会 对对对 它就翻成中文了 OK 所以你只要如果你的语言当中是这个信件当中是有英文的 像这也有简体字啊 也可以啊 变起来 这是简体字的 有没有 那我也可以选中文 然后翻译成中文繁体 然后 现在已经翻好了 都是繁体字 有没有看到 所以其实以后 像我自己也会有做这样的做法 就像我去年去日本自助旅行 那其实我因为在网路上看说 他其实那个有一家 我想订某一家饭店 可是那家饭店 我又怕我日文 或者他翻译的日文又没有那么好 那我与其 他常常接外国课 所以他可以听得懂 他可以看得懂英文 那顶多我就用英文 我就可以是说 我在写邮件的时候 先把中文的都先打好 OK 比如说呢 我现在撰写一封邮件 就这边撰写 OK 可是在撰写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觉 假设呢 你好 然后 然后 接下来可能 中间 我先随便拼出他讲一大堆字 假设都是中文的 可是 诶 翻译在哪里啊 我建议各位 如果中文信件打好了之后 你把收件者先寄给自己一封 收给自己一封 主旨 有没有打的 也都可以了 反正就是 主旨也可以打中文的 你都写给自己一封信 全部都中文的 收到之后 像这边 我找一个 我自己有寄给我自己的 这边 至少 这是有那个 有时候中文翻译不见了 没有跑出中文翻译的啊 这边下拉 翻译邮件 有看到吗 出来 这条出来了 接下来我就可以把 我要中文繁体翻译成英文 这个没事 英文在这里 好 翻译了 他就 这个 share hello ok 然后 然后 像他原来的 the future open the future online 当然也是翻的 没有那么好 但是就是至少 把我可能想要的 那个语言 表达的关键字 都可能都有跑出来了 当然如果你还稍微会顺 你可以把这些文字 复制下来 反白 就这样 反白 拖曳 放开 按右键 复制 然后再到你的新邮件当中 可以直接贴上 就至少英文贴上了 好 那当然你觉得 你大概可以知道怎么改的 你就改 那如果不知道 就用它原来的 然后把它送出去 对方 勉强都还可以看 好吗 所以 今天 一个邮件 我说 一个邮件 点开来 它 预设 可能会跑出 这个东西来 但是如果没有 你在这封信件的 右边 这个右上角 有个箭头 下拉 选 翻译 邮件 把它选出来 但是现在因为 有跑出来了 它就不会有翻译邮件 这项跑出来 OK 然后呢 你可以去选 像这个是 刚才是中文简体字 我要翻成中文繁体字 或者是你看 它现在翻成英文 这个英文 假设这是你要写出去的英文 你觉得这个英文可能还不错 就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到时候 开一封新的邮件 把这个翻译好的贴上去 就可以用了